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天天 在这问候你喜乐平安 好开心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 有一本非常非常可爱的儿童绘本叫做 猜猜我有多爱你 作者很生动地用兔子爸爸跟小兔子的对话来表达 爱可以有多么深 一开始呢,小兔子张开双手 就跟爸爸说,我爱你有这么多 兔子爸爸有一双更长的手臂 他也张开双手,然后说 我爱你有这么多 小兔子就跳起来说 我爱你像我跳得这么高 兔子爸爸也回应说 我爱你像我跳得这么高 他跳得比小兔子还要高 耳朵甚至快碰到树枝了 最后呢,小兔子累了 他闭上眼睛说 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 兔子爸爸亲他一下 祝他晚安 然后小声地说 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 再绕回来 也许这样的爱 对身为孩子的人来讲 有些抽象 可如果我们是做父母亲的 我们大概能够体会 兔子爸爸的心情吧 无论小兔子怎么样表达他的爱 父母的爱都是更深的 而我们也有一位在天上的爸爸 他爱我们 从这里一直到宇宙 世界的尽头呢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作家孙以玲 他如何来经历天父的爱 孙以玲说 他出生在一个很美满和乐的家庭 在成长的过程里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常常觉得很孤单 仿佛要表现得很完美 父母才会开心 其实父母从来没有这样说 直至每次呢 他出了什么状况 家人就很紧张 他们的反应让孙以玲觉得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当然 他的父母很爱他 但是年幼的自己 没有认出心中的谎言 慢慢的他就养成了 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他没有告诉家人 其实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 他也开始习惯压抑情绪 甚至压抑到一种地步 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 然而这样的压抑结果 就是觉得没有人能够接纳自己 特别是接纳自己 不完美的地方 孙以玲从小在教会长大 常常听到别人说 上帝是爱 可是他听了 内心有很多怀疑 他总是体会不到神的爱 时间一久 他不禁想着 或许上帝比较爱别人吧 就是不爱我 要不然就是他不存在 这些都是骗人的 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 神啊 如果你存在的话 请你让我能够认识你 让我知道你是真的神 让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过了一段时间 在某一次的聚会中 有一位牧师到他们的教会讲道 在聚会后 接受她的祝福祷告 孙以玲还是觉得 什么感觉都没有 她挫败的准备离开时 就在这时候 有一位姐姐过来为她祷告 她的祷告 竟然说出了 孙以玲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她的完美主意 她的孤单 还有与父母的关系 她听了真的很惊讶 因为她从来没有跟别人 讲过这些内心的话 她想一定是上帝告诉这位姐姐的 那次她体会到 原来上帝是存在 而且她真的认识我 她知道我一切不完美的地方 甚至没有人知道的黑暗面 孙以玲说 我一直在找爱 在上帝的身上 我不只找到了爱 更找到了完全的接纳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天天和你分享 作家孙以玲 她小的时候 怎么样来经历 上帝的爱的这一段经历 非常的神奇 上帝就使用了那个姐姐 来替她祷告 然后说出她内心的话 这个经历让孙以玲体会到 原来上帝是爱她 接纳她 而且认识她的神 亲爱的朋友 你觉得自己一生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追求金钱 有些人追求民生 或是外表 或者是快乐啦 享受啦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本身 并没有什么错 只是当人过世以后 这些全部都带不走 只有爱能够存留到永恒 而这当中最重要的 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爱因为上帝相爱我们 上帝就是爱 我们可以在她的爱里面 很放心地做自己 就是这一份爱 让孙以玲找到了归属感 所以当我们感到很孤单 寂寞 仿佛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抬起头 看一看 身边就有一个 正默默关心着你的人 更何况 我们还有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在我们的身边看顾着我们 我们可以透过思想 透过祷告 透过行动 来回应她的爱 更棒的是 我们可以加入 上帝的大家庭 也就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 更深地来体会 上帝的爱哦 好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 祝你喜乐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为了让世人 能得着救赎 他是那爱的全部 爱的让人民心刻骨 爱到承担罪的包袱 为了赦罪的缘故 赦了自己爱自愿素 换成了爱的救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